韓少龍用火箭燒絕了北邊的形象 只要兜著營盤的外圍,向另一邊兜過去 這時封鎖一帶,北邊形象的濃煙飆起,煞時之間 整個賊兵的營盤都騷著他上來 那些留守賊兵的大聲喊,救火啊!救火啊! 紛紛向北邊直撲過來 韓少龍將他心一彎,索性都不兜路了 一彎馬,就向另一邊的營盤穿過去 但這時的賊兵,只掛著看著北邊營盤的龍煙 加上韓少龍,又穿著賊兵的戰甲 給他公然穿過營地,就向南邊外圍的營 那些正在休息,等著下一輪參加攻擊的賊兵 雜時之間,有些是方方張張,垂眼星雙的營地捐出來 都不知發生什麼事,有些是以為有敵人偷斬 所以規格不齊地拿著兵器破了出來 四周圍都見到賊兵,舖頭鼠轉,驚慌失措 突然之間,北邊的地方馬提升,遊疏轉物 顯然,那群已經被韓少龍解開了馬蘭的戰馬 被火勢嚇驚了,向草原那邊直奔過去 河少龍拆馬而過,居沒有人懷疑他,也沒有人呼嚇他 這個還有一匹馬的主人,一個個都掛著去追逃跑的馬 河少龍聽到他們,在喊自己也去追馬 答應了一聲,轉了一圈,又往另一邊的外圍直辭去 這個時候,後方邊緣的營盤已經全部都捲入大火裏面 火勢還燒及了旁邊的樹林和野草 雜池之間,星星之火都已經描完了 這個時候,河少龍的火箭用完了 他索性拋了一張弓,拿著那個飛鴻劍 一見風燈就跳,那些火油掉了到地上 馬上燃燒了上來,比火箭更加厲害 在這個時候,指令他身後一陣破空聲響 河少龍在馬上一步,三支箭插著他背脊飛過 原來那些賊兵終於發覺,就是你這個人放火的了 河少龍嚇一跳,個個都害怕了 還以為有很多敵人來偷襲 有時之間陣腳大亂,向著這邊是驚慌地撤退下來 那些賊人還有灰狐、狼人 還有另外那四名領袖 其他全部都是步兵 趕到回來的時候,灰狐他們幾個騎著馬 當然是遠遠領先 河少龍本來想躲在一旁,偷偷地上山 但是見到灰狐他們四個跑得這麼淺 他就真是偽高、人膽大 心想,你這四個跑得這麼淺 自己想去閻王爺那裡報到,那就不怪得我了 於是他手氣飛鴻劍,兩隻手各拔出一支飛針,藏在手裏 黑夜之中,只能夠藉著遠處的火光 所以看得不是很真 灰狐見他一個人,在自己迎盤的方向跑過來 還以為自己人是報信 隔著很遠的漢文說,什麼事啊 河少龍大聲叫,是信靈軍的人來了 是信靈軍的人來了 那群賊頭聽到嚇著驚,即時邊行匹馬,加速向著這邊跑過來 但是灰狐和狼人這兩個,嚇得很棒 稍微落在後面,河少龍暗叫可惜 看著那些賊頭已經來自己很近了 於是兩手一揚,那支飛針閃靜地射出去 他的腕力何等利害 加上那支飛針的穿頭來見到他很驚人 當堂穿破盔甲,在空前直投進去 跑在最前面那兩名賊兵的領袖馬上中招 慘叫之中,跌了落馬 河少龍也沒有時間再拿飛針 於是,一手拿著馬僵,另一手拔出飛鴻劍 向著左邊來的狼人直營過去 狼人一聲暴函,藉著馬的衝刺姿勢 有一劍向著河少龍撼,面斬過來 河少龍一聲長笑,舉起了擋 同時呢,兩匹馬正是剛剛打鐵面地衝過 他借勢就飛了一腳,啪,一聲 踩在狼人的腰那裡 這一腳呢,是由泰國拳改良而來的,勁道十足 狼人當堂一聲慘叫,跌了落馬 這個時候,後排那兩個還飛針的敵人 才跌落地,發出兩聲沉重的呼叫 賤馬沒有了主人,受驚之下,狂屍亂喊 其中一匹賤馬,馬蹄一踏 剛剛好踩正跌在地下的狼人心口那裡 只頂了一陣骨折玉裂的聲音 這個惡人當堂無命 河少龍兜了兩匹馬,轉了圈 乘勢就拔出一枝飛針,向著灰匯直滾過去 灰匯一看細聲不對,不敢翻轉來迎戰 一見那匹馬,夾白夾白地,全足向著燒大火的營地,拼命奔土 河少龍就把賊人的規格都脫了下來,減香重量 最後變成狂追而去,河少龍和灰匯的體現是差不多 但是灰匯全身規減,河少龍輕身 所以他那匹馬,起碼被灰匯的匯馬輕了百多斤 這時候灰匯的位置,剛剛好在山上撤退回來的賊兵 和著火的賊人的中間的位置,四周無隱 變成一對一個局面 灰匯的走不掉,索勝舉劍 向著河少龍你給你直攻過來,大聲喝說 來者何人啊? 河少龍大小子說,我是誰啊? 就是你老朋友河少龍咯 聽聽一聲響,兩個人拆馬而過 換了三劍,誰都沒有佔到便宜 河少龍猜不到灰匯的臂力這麼厲害 而且劍術也非常精口 他調轉馬頭的時候 於是雙腳空馬,右手飛鴻劍 左手已經拔出飛針 這段日子每一天他大半時間都在馬背上渡過 所以騎術突飛猛進 灰匯見他拿出飛針 他的乘機就拿出馬老公用很快的手法裝上那支箭 一剪就向著河少龍直射過來 長劍就已經咬在嘴裡 幸好河少龍以前訓練過閃避槍彈 怎麼會怕那支老箭啊 向旁邊一閃避那支箭一甲一馬 加速向前衝 灰匯都想不到他可以避過自己這支老箭 一下子怕他上來,將馬公一扔 向著河少龍就扔過去 然後伸手,將咬在嘴裡的馬劍拿回來 河少龍就飛起一腳 將馬老公一踢踢飛 接著飛鴻劍連閃幾下 向著灰匯的胸塘直射過去 噹一聲 啊,李智針雖然打中了飛鴻 誰知道射在他的頭盔上面 反而被他的頭盔反彈了出去 河少龍知道現在形勢危急 如果任由兩匹馬向著相反方向直射而去 那便不可能再在敵人趕到的時候 殺到這個惡人 於是照兵行顯著 趁著那匹馬向前直衝的時候 整個人向後一翻 凌空打了跟斗 跟著飛鴻劍就脫手飛出 這時候灰匯剛剛死過翻山 即時一坐,坐回他的身 兩腳隔著馬伏 剛剛要你邊流溫馬繼續向前跑 誰知道剛剛坐著的人 河少龍把劍已經在後背直投而入 接著他一聲 那個灰匯只覺得胸口一涼 他馬上倒下頭看看 只見半截見瞻 在自己的心裡突出來了 哎呀! 灰匯嚇到大喊一聲 當塵匯嚇到地下 即時呼呼哭哀哉 他屈馬狂奔而去 走十幾仗院 灰匯的屍身 這樣才跌落馬下 這個時候 河少龍已經圈轉骨馬 趕了上去 拔出飛鴻劍 這時候 只見河少龍自己那邊的營盤 殺星震天 顯然是成衰他們 見到賊人潰不成軍 成勢灑出震力 而接著 灰匯撤退下來的二千賊兵 也都已經來到 來河少龍 只有幾百步遠的地方 營盤那裏有火光閃亮 早就已經心方意亂了 見到前面的人 拿著灰匯的首級 還以為來了很強大的敵人 在裏面那麼大 噢噢 發了一陣子 向著四邊去四山逃走 這下真是兵敗如山島 在營盤裏面的賊兵 就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見到前方退回來的賊兵 就四圍亂走 嚇到 也都以為山上有很強大的敵人 哎呀 當堂亦都亡命奔土 項少龍眨眼之間 就已經跟成衰去到大軍會合 大家歡呼聲鐘 向著已經變成一片火的敵陣 就殺而去 那敵兵沒有了首領 又被人燒了營獎 沒有了馬匹糧食 哪有心戀戰呀 個個望風而逃 被韓少龍帶著重兵將 一直衝殺到天光 這樣才大惡全勝而會 這一戰 殺了兩千多敵兵 韓少龍裡面只是死了五個人 傷了百幾人 以不足一千個兵力 破了敵人過萬個大軍 傷亡還要這麼輕微 真是難以想像的奇蹟 這一戰 也都確立了 因為韓少龍在戰場上的地位 他贏得也都很險 賊營起火的時候 灰湖的人已經清除了邪波上所有的陷坑障礙 再遲多一陣 灰湖他們也要發動最後的攻勢 所以要攻入這邊的戰壕 幸好突然間見到 韓少龍打掃完戰場之後 就將灰湖和狼人的首級 浸在藥酒裡面 派人抄捷徑送回去給趙王 等他向其他人展示自己的威風 這也是韓少龍對抗趙牧的心理攻勢 使趙王越來越感到 他的韓少龍的重要性 第二天 如果因為趙善的事出了什麼賊子 也都有商量的餘地 當韓少龍回來營盤的時候 那個趙元軍對他更加妒忌 索勝就說有病不肯出來 除了他之外 連平原夫人都出來歡迎他海船而歸 更加不用趙雅趙善他們了 自古所謂美人又愛英雄 經過這一戰 那幫女生眼睛望向韓少龍的時候 那種迷醉知識 已經使得韓少龍整個人飄飄然了 在二十一世紀 這種情形幾乎不可能出現 因為一切都是科技武力的取勝 都是要集體配合的行動 個人只是整體一個小小的螺絲釘 但是在這個戰國的古代 有時一個人特殊的技能 又或者他的一個決定 就足以扭轉戰局 可以說是充滿了個人色彩的浪漫英雄主義 所以才有商量這種扭轉整個時局的人才出現 也有廉頗這種絕代名張澈茶的美女 又怎會不對她傾心暖無呢 連那個深狠手辣 滿土鬼主義的平原夫人都對她刮目相看 已經是轉動著其他的念頭 覺得這樣的人才 哎呀,只是要她做炮灰 那實在太可惜 這一戰 漢少龍也受了很多處的輕傷 由趙善、趙雅兩個 硬將她拖入碎帳 為她拆洗傷口 敷上傷藥 雅夫人的趙善對漢少龍 穿著貼身的衣服都毫不避險 就覺得很奇怪 又有些很擔憂 背著他們兩個糾纏不清 那就真是禍患無窮了 趙善摸著漢少龍的胸口很心痛 這書痛不痛 被她的手輕輕摸在自己身上 哎呀,舒服得幾乎要伸淫起身 漢少龍微笑著 想跟她說兩句小 但這個時候實在太累 迷迷糊之間就已經睡著了 大勝了灰狐之後 項少龍又在這裡守了十人 這時候 那些受了傷的人 已經好得七七八八 大家商量過後 怕著藝人再玩什麼手段 決定不等關部的救兵 自己上路 最好當然在半路中才遇到救兵 有了這個決定 漢少龍去見平原夫人 這個時候 連平原夫的家將 對漢少龍的態度都打軍的關係 他也不會縱容少元軍 使他成為一個橫行霸道的惡霸 而那幫家將大部分都是趙國人 對魏國沒有什麼好感 這個時候也都覺察到 平原夫人他們回到魏國之後 就可能載不回趙國 所以人心思辨 而漢少龍就是他們最理想的投靠對象 一來 因為他是烏家的女婿 二來 應該看到他正義的為人 和驚天利一彼神的劍術和膽色 在這個時代 只要你是強者 就有人依附和追隨 漢少龍就正是這個如日初升的強人 食客和家將 正是代表著你本身的魅力和實力 當年信靈軍 能夠奪取盡匹的兵符對付巡人 就因為本身已經有幾千名家將 所以平原夫的家將 開始對漢少龍非常崇拜 甚至已經有了追隨他的心意 也不足為怪 來到平原夫人的形象外邊 他遇到一個少元軍 少元軍看都不看他一眼 另轉身就走 漢少龍心想 你這個小子 我不找你麻煩就算偷笑了 你居然敢給我面識看 自從踢了他一腳之後 他的少元軍的仇恨淡了很多 但是碰到他這種仇士的態度 不禁又勾起自己的身仇救狠 五十幾歲 正是女性豐穩成熟 充滿風情 又需要男女歡愛的時刻 平原夫人一見到他就說 漢少龍 你是不是想不等元軍馬上上路呢 漢少龍 漢少龍 你怎麼猜到的 不是猜 而是由你的性格推上出來的 因為你怎麼是那種 要放棄將主動權壓在手心的人呢 哈哈 夫人似乎對我改變了態度 不單止不防備我 你還好像想引誘我 平原夫人揭感笑一笑 再黎一眼說 你自己心邪 不過我不是要引誘你 而希望跟你沖繩合作 所以才態度有變 當然是很自然的事 是嗎 敢說夫人 一直都不是想坦誠對我 平原夫人就說 可以敢說 因為那時候我還看不透你 等你破了恢復的大軍 我才知道 第一個怎麼都不會被人操縱的人 而你也必有足夠的智慧和本事做到這一點 我真的被你搞糊塗 我什麼時候才知道你什麼時候說的是真 什麼時候說的是假的呢 你是不是改變了對付我的策略呢 平原夫人沒有回答他 就說 那時候趙善者只有三歲 那時候 那時候對這個時代的歷史已經開始熟悉 聽到他這樣說 就說 夫人你說的是 當年秦昭王派殺人王白起攻打韓國的事 是嗎 平原夫人笑一笑 殺人王 這個綽號 真的很適合這個滿手血腥的惡人 沒錯 秦國如果要向東侵略 首當其衝 就是我們三進的魏照罕 所以身受其害之下 感受特別深刻 而我們這三個國家 都是在進國分裂出來的 所以 三進之中 最有權勢的三個大臣 就秘密地定立了一個協議 要在有生之年 使分裂了的三進 重新組合成一個強廣 就好像以前的大進一樣 只有這樣才可以打敗巡人 成為天下至尊 什麼 原來你有這樣的想法 平原夫人插開話題說 那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嫁給平原軍 韓少龍心想 你以為平原軍可以散衛自立 所以 就想著他可以做趙王 才想著自己可以做趙國皇后 但是他媽媽就說 那是不是另一件政治的交易呢 可以這樣說 但是這個知名將所向無敵 趙國也是第一個放棄車戰 而改用騎兵的國家 那各位 剛才平原夫人說的無忌 就是信寧君的名字 那信寧君他們 跟平原夫人現在說的三家大臣 要使三進合而為一 你建究究竟是一件什麼的事 而現在平原夫人 對韓少龍又要灑什麼的手段呢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日再講 香港的人 得很煩 得很煩 好 ? 一定要 好 綁 一